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最近好多投资人敲碗要问 00939在今天终于止跌了 这对于接下来00940的挂牌 大家可以比较安心吗 今天请专家为您揭露的是法人的运作 然后告诉您无论是波段或者存股 到底该怎么做 今天还有个大主题 但您看到亚洲货币最近都扁 不仅日元跳水扁破了33年以来新低 台币今天盘中在缩盘前一刻 还锁在32块钱的价位 接下来央行要出手来执扁了吗 汇率的动态今天来个大检视 晚间请到了四位专家 首先要请到淑芳老师晚安 朱华晚安 各位观众大家晚安 齐瞻晚安 朱华各位观众大家好 玉衡晚安 朱华好大家晚安 昆仁晚安 朱华好大家好 台北股市今天双龙互盘 第一龙来自于红海开高走高 带动了红家军全部都动起来了 第二龙来自于联巴科同样开高走高 搭配了在今天军工股持续上演了 520暖身的行情 还有今天的生计啦 航空族群啦 营建族群今天表现都不错 所以抵消了重电股今天高档拉回的卖压 指数中场上涨了73点 说在20200点 量能比昨天稍微萎缩到3856亿 几件事情值得注意 今天不管是大盘或贵买指数 上涨加速都比下跌加速还要更多 第二个是贵买昨天 一根的黑K灌破了短期均线 月线也破了 今天迅速回房了 但是股汇为什么持续的脱钩 今天台币收盘的前一刻 还扁破了32块钱 虽然尾盘站回来了 到底为什么股汇持续的脱钩 今天在整个三大盘的重点是外资 外资虽然现货持续的卖超 但是投信今天买超的幅度比前几天还要更多 所以新的ETF资金在接下来几天要灌进来了吗 好 亚洲股市今天涨跌互见 日本股市还在朝历史新高来迈进 那先来看看台北股市 有机会持续的津津涨吗 今天不管上市上跪 人气第一名的 成交量第一名的叫做鸿海 鸿海今天两个消息 讲完之后来判断 有没有机会持续达到外资的目标价 181块钱 最近高盛拉今天最新是美银 持续的调高鸿海的目标价 美银的理由是 最近挥达在GTC公布的AI晶片GB200 鸿海是最大的受惠者 这个GB200的晶片一贯进来 有机会营收成长幅度是19%到62% Range这么的大 毛利率有机会上涨6%到29% 这对于EPS美股银的贡献 是5%到12% 所以看好这个理由 美银给它目标价 从本来126块钱 早就已经涨过了 现在看好到181块钱 有这样的实力吗 第二个是苹果 昨天公布了全球开发者大会 WWDC 时间定了 今年的6月10号 台北时间大概6月11号的凌晨 地点在Apple Park 当然这次还是采与线上会议 最重要第一个iOS的18系统 可能会更新其他市场的传言 全部都跟AI有关系 那鸿海当然是非常大的供应链了 水文老师 这两个消息 有机会搭到美银美银 给它的181块钱的目标价吗 因为在今天里面来讲 仔细去看 外资跟投信是同步站在买方 是 外资买了12000 投信买了2000多 14000 可是问题是 今天总成交量是14万张 那其他谁买的 所以不只法人在买它 对也就是这份报告之后 市场上面很多人共襄盛举 而造成出来的 那我稍微把筹码面上面 给大家看一下 你知道在短线上面的券商 当冲比里面占比 我刚才讲14万张 法人共14000多张 占比高达百分之二十 也就是说 它的短线券商里面 这个假外资 像刚才谈到什么 摩根斯丹利 什么大摩小摩 几乎都有进去 所以我觉得这档个股上面 应该是今天要去观察 这个融资到底暴增了多少 是 融资暴增多少 假设它跟昨天的基电个股一样 融资暴增资金流量比太高 直接开低 那当然就不好 那如果说在这个时间点的前一个小时 你稍微冷静一下 让它这个短线上面 隔日充的卖压出现之后 能够稳定向上 那我觉得是OK的 可是不要忘记 很多的外资里面 它调高目标价 是因为它的目标价已经到了 126到了 所以再调高 台积电也是 所谓的一个750到了 所以要调高 那我问你 那到底是台积电的1000块先到 1018先到 还是鸿海的180 可是我觉得鸿海180不是没有道理 我们说它今年里面来讲话 应该是预估12块 15倍是不是刚好180 可是我觉得在这个时间 以技术面而言 真的观众朋友不要过度追高的原因是 今天的国家创新高 KD指标跟它的量能上面 是同步背离的 了解 获得了几个结论 第一个181块钱 外资给的目标价合不合理 熟方老师说 现在看起来不会太夸张 只不过最近技术线性 有没有一些些指标背离 以及如果融资增加的话 筹码有没有问乱的疑虑 也因此 如果当天开告的话 不要去追 那鸿海现在要采取什么样的操作策略 今天熟方老师都会告诉你了 还有另外一个 我觉得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是台币 第一个 我们升息了 虽然只升了半码 第二个 其实整个的三月份 外资虽然最近有一些调节 整个三月份目前还是买超的 还有月底有一些出口上 有结汇的需求 所以台币不应该这么的弱 今天盘中不仅碰到了32.018 在收盘的前一刻 还所在32块钱的价格 齐展请教你台币 为什么这么的弱 还会继续弱吗 我觉得台币确实是有点偏弱 股会脱钩确实也不合理 但是看起来台币这个弱 是还没有结束 那你说原因有什么 有可能是整个亚洲市场 的亚币都稍微弱一点点 你看人民币日币 其实都偏弱 那我觉得这个趋势 看起来还没结束 那我们接下来在后面 跟大家讲 你要如何去观察 接下来台币可能走势 那我同时追问一下日元 因为日本也升息 日元在今天对美元 是扁迫了快要34年以来的新低 日本央行会不会出手竹扁 我觉得很有可能 而且有可能是很快就会出现了 那他出手竹扁 有一件事情就是 他不想要过度的贬值 因为他在升息就想要抗通膨嘛 那如果这时候在扁破地 通膨又加高 那就等于升息没有用了 那当然会给民众带怨言 所以接下来动作很重要 好 所以一来一往之间 如果日本央行出手竹扁 日本是不是开始要有一些转折了 同一时间台币的弱势 可能还没结束 现在在换汇上要采取什么样的节奏 在今天起展都会告诉你了 先来说在今天台股 台股还是经经厂的行情吗 鸿海今天表现不错 淑方老师我们要请教您 请您上台来了 第一个问题我要问 如果鸿海持续表现不错的 洪家军的股票来打出来看一下 今天一片的红通通 鸿海家族有没有机会 跟着鸿海持续的往上攻 第二个是今天热门股的操作策略 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里面 如果以台北股市最近的迹象 鸿海的涨幅会低于 他的旗下的个股 所以你说个股会涨过鸿海的涨幅 的确是如此啊 你可以看这些个股的涨的% 一定高过所谓的一个鸿海 这是最近台北股市的特色 因为现在虽然不是农历的7月 那外资也是会鬼话连篇 台北股市涨的部分里面也是啊 昨天涨的都是一五类啊 我今天胖一身直接下去了 那你自己看鸿海 我为什么跟他讲说 有可能鸿海集团的 个股上面的涨幅会比较大的一个原因是 因为外资那个报告会看的人就看懂 像驻华就看懂了 营收成长19-26% 而62% 这个幅度看起来好大好美好 180没问题对不对 毛利上涨6-29 怎么会180呢 200也没问题 可是你看他的EPS 我的妈怎么差这么多 这个19-62 这6-29 EPS5个% 5个%得比我估的还低哦 他去年的EPS只有10点多嘛 你5个%才多少 连12都不到 对不对 12个% 那毛利上涨 营收上涨 怎么会这样子 有吧 所以这个部分 你大家一定要思考清楚 这个报告是充满了疑问 OK好 所以如果对于鸿海 红家聚会涨过于鸿海 来我们看到今天热门股 已经先动起来了 热门股的操作策略 我们一档一档来解释 对当然在今天里面来讲话 我们有我们的执政党 去参观了一些 国防军工的地方 对不对 大家看就 这个军工国防涨幅 总是落后到整个重机电 没错吧 520暖身行情起跑 可是我要先跟大家讲 军工国防在今年里面来讲话 它的成长幅度 没有相机电那么高 它成长幅度是很低 所以它都是个别性的一个题材 再去做表现 譬如说JPPKY 你也可以说它航太 可是你也可以说它是AI 对不对 那它到底今天的涨停板 是涨AI还航太 AI还航太 它今天当然是涨航太 但是它这档股票 习惯性就是AI在涨 它就说我AI 航太在涨 我航太 那它是AI加航太 为什么 因为它是整柜 那个货柜的柜 这个部分整柜的出来 它基本上是跟这个有关系的 那它这档个股里面 说实在的 如果EPS而言 我查了一下 去年的获利跟今年的获利 其实没有差一层以上 可是它股价里面 为什么比较高 因为它双重题材 那在最近里面 它是打出一个平台 它算是你跟军工国防跌幅算很低的 我们来看一下 JPP今天收225块 你看它是不是 这一波 因为你仔细看 这一波我镜头画在这里 你只要不要动 然后最近恒在这里 今天又涨 这个图不要动 你来看8044的雷火 有没有看到 如果你是军工国防不会涨这一段 这一段是涨什么AI 这一段是涨航太 所以它是不太一样 但是大家要先了解到 为什么跟大家讲说 第一个军工国防很少股票 今年的成长性高到两成 比台积电好 没有几乎没有 那第二件事情 川普上来 你的国防预算 你到底是要买美国的 还是做我们自己的 自己要去想清楚 这不是我们能够做决定的 这是我们的赖总统 以后自己要去做决定的 那这个样子涨上来 它很可惜 它今天如果有出量 量就是价的先行指标 它会过高 可是它今天又没有出量 我们没有办法去做一些的保证 但它今天是很强的 那基本上而言 因为它双题材 那当然就有机会 如果两个题材都在动 它就有机会挑战之前的高点 那技术面还没有表态 所以量要像这样子表态之后 股价才有机会像这样子 对 也就是说你必须要持续的出量 就像大盘今天涨很开心 量这么小 你就要必须说 那就表示最近台北股市呢 东涨一下西涨一下 你怎么追怎么套 才会造成量越来越小 好但它有双火种 一个是航态一个是AI 大概都是陷下来比较热的 第二个天狱 说在今天里面 鸿海是尾巴啪这样拉上来 可是大部分鸿海集团的个股 是更早啪这样拉上来 那天狱的部分 其实鸿海有卖了一些天狱的持股啦 可是说真的 因为天狱大家还是认为是泛集团 因为它还是有合作 譬如它就有去接群创的LCD的IC嘛 对不对 那在这种过程中 它现在主要的题材 除了我刚才讲的面板之外呢 就是元泰它要出一个彩色电子子 四色的 四色彩色电子子 台湾独家供应的IC设计公司就是天狱啦 就三月营收要上来 那景线的位置 你看它在最近台北股市就是流行萝卜蹲啊 你都之前没涨到 你蹲久了 哇力啊 因为它蹲得够久 然后它景线位置只要263不破 它就能够去做续墙 那你看是不是蹲久的就是你的萝卜蹲嘛 都没有涨到对不对 蹲久了 你看它这个个股是不是在景线位置 回撤 先拉这一根上去 而且这一档个股上面来讲 在最近你可以发觉到 我们说 投信如果从头买到尾的 你要担心结账 不是月底结账 就是四月结账 可是你看这是投信刚刚买的 三月份买的不会结账 因为它是要等 元泰到现在是彩色电子 四色彩色纸还没出来 第二季才会卖 所以这个可能投信就是压在第二季 那我问一下 今天收盘是283 这个前高 看现在的态势 这302有没有机会过呢 量啊 我说量是价先级 它有没有出量 有 那它就是试图要挑战前高 了解 这就是红架军当中 同样红架军当中的红准 你看在今天会拉上涨停板 为什么说红海 不一定能够拉超过旗下的 因为只要是低价的 现在大家都把低价拿出来用 对不对 那红准是不是就低价 建汉就是是不是就是低价 那你说他们的基本面真的很强吗 好像也并没有 但是市场会赋予它什么 赋予它很多的题材 譬如说红准 你的散热到底是机壳散热的 游戏机散热的 手机散热的 还是你是属于AI散热 这个差很多 可是它说我有做散热啊 我有做机壳 那机壳是不是就是用金属做的 金属做的 机器人是不是就是金属做的 就会这样子很容易去做一些的联想 可是它的50均线正规理它比较大 你不要过度的最高 而且它的股性还需要去做调整 来看一下红准 你说它的股性是不是还需要调整 你看涨一天就回来 再涨又刷回来 金又涨 就是说这种个股上面来讲的话 就是好像在跳tango一样 你要有一定的tempo 但是只要这个平台没有去做跌破 你就不用过度紧张 反正现在大家来讲的话 机器人是三年以后 谈的事情 我就说软体一定都是国外公司 那硬体大家都有 你看那个上银最近也涨很凶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我觉得这档个股就是 因为今天没有出量 所以就是以平台整理区里面来讲 去操作 只要今日的低点 假设你今天完真的 你就今天低点不要跌破 就是这么的简单 好就是红准 最近的营建股在走三日走党期吗 中工 好我就跟大家讲说 我不相信 我们的执政党会鼓励炒房 是 我绝对不相信 但是 营建个股 我现在出去 我才发觉很多投资人 营建跟营造分不清楚 就只要二五类或是五五类 很多的他们就认为是一样的 我说错了 营建归营建 营造跟归营造 营建是什么意思 盖房子 是 营造是什么意思 公共工程 那如果你是公共工程 我觉得就有道理 对不对 那你看中工 以前他是做公共工程 就没有想到呢 因为金华城经营不散 各方面 他开始变成营建 所以他是营建加营造 这个部分 那在最近里面来讲 可是你要记住 他的本业一三类 原来的可能本业不太好 所以他的营建跟营造 是属于业外的部分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 不管怎么样 他的低点就便宜啊 你有没有发现 我就跟他讲说 整个第五波波浪特色就是什么 我管你基本面 我只管什么 我只管你股本 我只管你什么 我只管你价格 那他就打出一个底型向上 但他这个上影线 还是出现的原因就是 他之前这边有没有 前高量 那今天有出这个量 但至少出量就代表 他前高还是有机会去点到的 那这个就是营造 我觉得营造会比营建好很多 营造公共工程会比营建 盖房子的好很多 对你营建一直涨的话 我就不相信不打房 不然你突然说要干什么 对不对 这是大家自己留意的 好 华融 那华融的部分里面来讲的话 在最近其实台湾一六类 最近有很多也转型 大家可能不知道 他们有转到营建 因为之前的电线电缆 真的不是很好做 所以他们都是有很多土地 就有去做一些的转型 但不管怎么样 他们的获利如果不错 那股价就很容易上来 股价就很容易上 那可是问题 他今天是不是爆量 是 今日的低点就不可以去做跌破 如果今日的低点 一去做跌破 先出再讲 因为这种股票 以前好冷 没量 我就说最近台北股市的 罗伯敦很厉害 都找以前里面 盘整非常久的 你绝对想不到的个股 一五类 不敢买了 买一六类 这就是这种情况 所以我说台北股市 最近的联想力就是很强 反正一五类涨太多 一六类容易被带起来 今天低点不能破 对 那这个部分也是低价个股 那再过来你看 大家也讲 大家说现在的 中肌电个股会涨 是有道理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要 2025年非核家园 另外一个AI要用 很多很多的电 所以一五类涨完 涨一六类对不对 那一六类也涨起来了 最近涨很多 那涨什么 涨除人 这就是除人的概念个股 那可是我跟你讲 他真的是落后性 补涨股票 而且他之前的股性 不是太好 所以今日大量低点 三十六块钱 因为他是补涨 你如果跌破 那就没有办法真的再涨 所以转弱点 就定在三十六块钱 会比较好 台药 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 这就是法人在近期里面 买超的个股 你可以转弱点定在 本坡的低点149 或是月线所在的位置 那上营的部分 今天工具机展开幕 工具机展开幕 那他是长工具机展吗 机器人 他是长机器人 我们上礼拜就讲了他了 对不对 我们就说 反正我们台湾里面 在这个时间 我就说 连NVIDIA也一样 有本事 你叫人型机器人出来 走路才重要 他跟他讲话跟服务 他根本也不敢 为什么 因为连Mask都还没做到 他怎么做到 其实Mask 他有可能 未来里面来讲话 有机会 他的人型机器人 比Figure AI更快 因为他研究的更早 只是说 那个黄连星 毕竟是我们台湾出来的 对不对 脑袋更快 就知道 我先推出 我先赢 对不对 所以在最近里面来讲 台湾就开始涨 那我说过 台湾就是只能涨 硬体方面的 就跟上营 亚德克 什么 达明机器人 或是大家讲的所谓门有关系 但是今天来讲 说真的 今天爆量 来看一下 今天修284块钱 量好大 但是昨天的量更大 爆量当日 能够决定你胜负吗 不能 要隔天 要隔天嘛 一步二看三准备 今天没有跌破 直接上去就没事 所以就代表这个多头还存在 那第二点 我就跟大家讲 机器人会造就他今年里面 获利大幅的成长 不可能 三年内都不会 可是你要注意 你现在买机器人的概念 各国说三年内都不会贡献你营收 那你就要注意你的本益比的问题 他们就是本益比比较高 所有的台湾的机器人概念 各国像红准 像上营 他们的本益比都非常高 像上营去年才5块多 今年里面就算10块钱 double 那你要知道 他本益比已经几倍了 二三十倍 对 那他基本上 如果以10块钱 EPS来计算 已经倍速性的成长 30倍 很紧绷 你30倍以上 就300块钱以上追的话 你可能就要比较注意一下 那一样以前这个低点上面 当做你的出场参考价 就着日的低点 或是你整个季线或是月线 当做你的出场参考价 好这是上营 来下一档建国 建国我刚才讲说 为什么今天里面 大家又开始去追中工 去追那个营造营建股 就是因为你建国害的 因为建国一开盘前就说 我减之20% 我配息一块钱 你知道股价才20几块 你说会不会拉 一定拉嘛 那拉上来的过程中 就把所有的营建跟营造 拉上去 看他是不是最早开始拉 而且又突破 今天是爆大量 这第一根 有没有机会再上去 我是觉得说 他的乖率会有点大 而且减资 到底好不好 要见仁见智 有些人就觉得 我的股票 那个1000股变成800股 很讨厌 有些人就觉得说 反正我先拿先赢 我不要参与你就好了 那这个部分就OK 但是他的好处就是 符合低价个股 是 符合 我就是跟大家讲说 其实你与其看一些 高值率的ETF 你自己去选 值率率很高的股票 反而赚钱比较快 那我觉得这一档个股 只要今的缺口 不去做跌破 那月季线不去做跌破 那它还是一个上升趋势 了解 好 最后一档看美食生技股 在最近里面 我说台北股市 妙就是 你只要蹲久的就是你的 反正地盘涨好了 你总是有机会 你看生技个股多久没人涨 讲了 可是大家都没有注意 投信偷偷买生技个股 今天增加很多档 偷偷买生技个股 买了一个礼拜以上 那为什么呢 因为台北股市在这边里面 东涨一个西涨一个 那生技个股毕竟来讲 它的获利还是很稳 而且都没涨到 所以它本来就可以涨 可是如果你要涨 因为美食事实上 第一季是淡季 它第一季是淡季 那如果你美食要涨 那在这个过程中 你就要注意 你今日的低点293 你不可以跌破 如果你不跌破 那生技个股 换句话来讲 台北股市如果日KD交叉向下 多方它结束 这一次的修正会比较剧烈 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一次OTC或是台北股市 它的KD指标正式交叉向下 它的修正会比较剧烈 那这样的话 那对生技个股资金的涌入 就会比较多一点 好那今天美食带量突破了颈线 对它突破了颈线 那我说那你是真等 今日的低点293就不要跌破 那我们来看长一点点 那你看它今天的量是不是有量 它真的是想要往前走 可是我今天为什么不敢讲的太那个的原因 就是因为生技股在涨 低价股在涨 那有时候就代表什么 代表这个盘是有问题的 那大家自己要去注意一下 这个资金上面的问题 因为的确在今天里面 不是只有美食的升级股涨 很多升级股在涨 那就代表这盘 本来就是在波浪中不预设高点 可是你要记住 它可能有涨多之中 未来里面震荡的可能性 好谢谢曙芳老师提醒先回座了 美国的美光昨天已经先创历史新高了 很多我们现在还在酝酿当中 但是美光的财报好到闪下了分析师 所以记忆体有没有机会苦尽甘来 等一下带您来个肋骨大解释 投资市场瞬息万变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么样随时能够掌握最新讯息 重点是做出专业的解读 而且化为精准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断 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前线百分百 每天带您掌握全球最新讯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